Google表单的验证,来 那比如说这份文件,我们想做这个简盒 我再加点,先点在上面好了 点在这里加,就加它下面哦 加个什么,身份证 那身份证呢,一定是简答题 你不可以让它乱打 那这边可以做什么,验证 验证,这个是复制,这是删除 这个切完必点,点起来吧 那验证,这边可以验证什么 有数字,文字跟长度 数字的话可以什么,介于多少 比如说多少之间啊 比如说什么,我们的年纪 至少要大于10岁才能参加这次活动 这个,所以呢,它假设是数字打 123456789都不行 来,我们看到这什么 文字的地方,要包含什么 文字这边可以验证,是不是email email在检查什么,email在检查 文字有没有打小老鼠 后面有没有两段 如果他们有打小老鼠就不会让他过 你不可以给我打个ABC就代表email 那王子会打HTTP,会检查HTTP 那身份证要选哪一个,长度 这边长度只有两个选择啦 不够严谨 身份证之后都十个字 所以你要选哪一个 要选最小十个字 所以呢,它打十一个,十二个都可以 你不可以选最大哦 最大十个字什么意思 它打一个字也可以 这边选择没有等于只有最小跟最大 以身份证之后来讲,我们最少不是十个字吗 所以你要选最少要给我打十个字 OK吗 好来,我们就来做输出一下看看吧 预览一下看一下 我在填身份证的时候呢 一二三四五 点下一格 它就跟我讲,不能少一四个字 那F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继续打,会让你过哦 因为只要超过十个字就对了 这里的简核只有小于跟大于,没有等于 OK吗 这是简核的地方,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哦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